大家好 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虎豹獵記 這集我們邀請到一位嘉賓 就是新任的記業主席鄭家瑜小姐 很感謝你 瑟琳 能夠上來我們做訪問 也非常感激你 因為我知道你本身傾向低調一點 但因為有很多業內的人想知道你本身的想法和指向是怎樣 所以有很多事情我們都想問一問 例如這件事的發生距離錄影時間是一個星期 其實你現在是適應了沒有 其實這個星期真的有很多事情 接了很多媒體訪問 我每天收了百多個訊息 即是一些我認識的行家、朋友、甚至親戚、鄰居 發訊息來關心我 希望這個媒體的目光慢慢減少 之後再後續有些行動 即是我要計劃一下法律上怎樣申訴 暫時未有機會休息 很難說已經習慣了 但你未有時間去想究竟是OK還是不OK 這件事一定是不OK 但暫時未有時間休息 本身我這個普通記者不是太高調 但今次因為我個人和記協這個位置 上了這麼大的媒體目光 不論是香港還是海外 都真的很感激大家的支持 對於這次這件事來說 對於你來說 其實你是預測得到 還是覺得我沒有知道會這樣做 但沒有想到是哪一天 預測就剛開始考慮 提名記協做主席的時候 也有考慮過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我覺得這個可能性是有 但當時的計算是覺得可能性很低 為甚麼呢 主要是因為看委加一部這樣做的話 一定是對他們聲譽有影響 第二就是我公司之前已經裁完了幾波 我是沒事 我心想如果他們再裁 然後裁就只有我一個 真的有點奇怪 所以我猜不到他真的這樣做 因為這件事給我整個業內一個很大反應 首先第一個身份上 先不要說現在日報的立場 它是一間外媒 我們感覺上外媒的空間 會比我們本地媒體大 還有大家都知道 當你要處理一件這樣的事情的情況之下 而你的身份亦非一般的委員 更加是一個新任的主席 一定會思考你要承受很大的衝擊 如果你要做這件事 最低限度知道 由我如果決定解僱你 你知道一定是要拚咪的 拚咪一定要面對很多 即不止你要面對群眾 你公司也要面對群眾 這次最令我驚訝 就是兩位 第一就是你竟然這麼快已經發生一件事 第二我們都在想 你公司會怎樣解釋 他這樣都可以 我都覺得很難解釋 所以我才以為他們不會做 但誰知道他們也是會做的 而你最… 又不可以用感概 可以說真的好白地交集 就是我沒有想到第一個 我沒有想到第一個 要面對傳媒的身份 要開的記招 就是我被別人辭退的記招 有很多事情都說了 他這次來講 因為你的身份問題 你代表整個業界 而他一做 當然我不知道《淮家入報》 他要辭退你的原因 是因為純粹單純描述你的身份問題 不是因為記協問題 還是會有很多你預測不到的 其他一些預謀的事情 因為給我們外人感覺 是否會有一種殺一警八 因為你等於整個業界 但如果他殺了你的話 他好像又想到好像很大 現在入報的想法又好像 但對於你來說 有沒有曾經試過想想 是否單純這麼簡單 就是不想有一個公司有一個記協的人在 其實這件事發生的背景 可能香港聽眾比較沒有那麼熟 就是我公司之前在俄羅斯 有一個correspondent 其實那個記者不是住在俄羅斯 但他有時會入俄羅斯做報道 他超過一年之前 就是去年3月的時候 就在入境做報道 拿到正式記者證 拿到所有政府 入境做報道的時候 就被人拘捕了 拘禁到現在 甚至是早幾天才判刑了刑間諜罪 判了16年監 所以這件事令我公司整體有一個避險的心態 他們當然就是所有很多事情 不只是我在其他範圍 有一些同事出旅行 或者一些staffing的決定 他們都會保守很多 所以我相信我這件事是有影響 是不是一警霸呢 我想他們未必有這樣的想法 因為我畢竟是第一個 拒絕他們這樣的要求的人 甚至是第一個 唯一的日報記者 去尋求做記協主席的職位 其實這件事真的不是新的 因為外國記者協會 香港的外國記者協會 以及中國的外國記者協會 其實他們多年以來 都是有很多僱主和他們的成員說 是不可以做委員 或者不可以做主席的位置 去到一個點 是中國的外國記者 甚至乎是修例 讓他們的委員是不需要具名 就沒有一個具名的發言人 沒有一個具名的主席位置 去等他們的委員 可能在沒有具名 也都僱主身分不明的情況下 就擔任這些位置 去希望有多一點保障 所以其實這幾年 外國記者協會 中國、香港的兩國 都有同樣的問題 令到他們的營運持續性有影響 他們的情況更深 因為他們所有的 即是說明是外國記者 他們的協會所有成員 都是這些西方媒體 大部份的記者 他們加入這些協會 做委員或主席的時候 通常都會問公司批准 因為這些是協會 不像是記協 記協是公會 在公會這一層 是有一些法例 更加多的保障 所以大部份記者 如果他們的僱主 跟他們說你不要做了 都是99.99% 都是會答應僱主要求的 所以我想我是唯一一個拒絕 而是繼續這樣做的人 所以他們才被收起刀去炒了我 但我相信他們一開始的目的 不是要嚇嚇其他員工 沒有那麼大的什麼 如果你的公司沒有鄭家瑜這個人 他就覺得沒什麼所謂 現在證實了沒有我這個人 因為他的理由就是 其中一件事就是 你也有說過 你也有問過 為什麼我不可以參加工會 或記協裡面的工作 他說在香港不適合 即他的解釋大致上 如果他用他不適合的比喻 用地區 他用這樣的地區的答法 是不是代表了 即是你推測 當然你不知道 即是說如果我在總公司 我就可以 還是以你認知 其實在總公司的《華爾街日報》 有沒有人是工會成員來的 有 有的 《華爾街日報》 他沒有公司是道瓶士 Dao Jones Dao Jones在上面 沒有公司就是News Corp News Corp 以前是屬於梅鐸 Rupert Murdoch的企業 現在就是他的兒子去繼承 Dao Jones在美國 和世界各地都有很多員工 我不知道有沒有幾千人 或者接近一萬人 我具體數字不太知道 但Dao Jones是有屬於Dao Jones的工會 那個工會是獨立於我們的公司 當然 我亦都跟Dao Jones的工會 去找他們協助的之前 我有問他們 加入你們紐約的工會 需不需要公司批准 他們回答我是從來都不需要的 不知為何 只是我這次的事件 在這個地區 就要這樣處理一件事 而處理這件事 因為你也說了 是總公司派了人親自跟你說 而我們這個問號就是 更加多的問號就是 我們都覺得 如果總公司有參與這件事 為什麼你會做出一個 不是那麼欺貌 不是那麼圓滿的一個舉動 所以這個令我匪夷所思 當然你和我都猜不到 但反而一件事 現在因為你是一個 技業主席的身份 他用架構重組這個理由 去辭退了你 但顯然亦敬 這是一個盾牌 因為架構重組就是 我覺得勞工法庭一定是 就是勞資心裁署這些 經常都見 就是用其他原因去辭退一個 他們本身歧視的員工 大老婆或者什麼原因 經常都是這樣 你如果用這個理由 但顯然亦見 你也說了是什麼原因而辭退你 但如果回頭 你現在這個身份 你會處於一個 怎麼說 是不是進退兩難 為什麼進退兩難 就是你一定要找其他的理據 數據 他一定要和他打這場官司 但你又不可以不打 因為你是業界的指標 因為如果你也有說過 你沒有可能不讓員工加入工會 如果我因工會而起的這件事 我也要解決這件事 你是主席 但是如果你現在縮 也很尷尬 你不告 但是告有多少成反額 可以拿回公道呢 不告是否又沒有可能 這個就要看看 勞工署和政府 檢不檢控 因為香港的法例 因為僱傭條例 很多時候大家想 勞資糾紛 就是覺得是民事的情況 但其實僱傭條例底下 這條是需要政府作出檢控的 我都打算和勞工署投訴 我這個案件 我投訴的話 其實那個過程有點像報警 他們報警 跟政府說有這件事 他們違反了香港法例 那他們執不執法呢 當然是政府他們要 去看那個案件 他們覺得有沒有成數 或者是否合理 他們就決定監不檢控 網台節目開始接受訂購啦 你除了可以親身到上環D100專門店之外 還可以去銀行入數 又或者透過櫃圓機過數都可以 還可以登入D100網站 D100.NET 訂購 想即時過數 用轉數快就更加方便 感激各位支持 有沒有不明白 可以打給我們D100網台專線 電話22971825 22971825